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该学习到这个素描与卡通了 素描与卡通呢,咱们后面学完O4的那个卡通效果会更好一些 这个卡通效果呢,比较一般 并且呢,也不是特别的好处效果 大家去了解一下就行 先以第一个这个画线为例 然后可以看这画线调整之后的一个效果 它可以模拟像这种 这个像黑白关系的,类似于素描之类的东西 这样的一个卡通的效果 就是通过画线去实现的 OK,那它这种材质怎么去调呢 那首先就是 如果你要想得到这种光照信息的话 你就给它放到颜色里面 如果你要不想要你的光照信息 只是它的黑白颜色 你就给它放到发光里面就可以了 好,在这个颜色里面添加画线 那首先呢,你需要去给它加载一个纹理 也就是一个笔刷的图像 这里呢,我就去加载这样的一个笔刷图像行 这是我在PS里面画的 可以看一下大概什么样子 然后呢,加载完这里一个图片之后 它这有这个平铺UV 这个我们一般开启它就行了 它主要属性呢,就通过调整你这个密度 让它这个密集一些 因为如果你要不调它的话 当然这个线它比较松散一些 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 好,这个材质必须要赋予给它 重新摄影一下 看一下,刚才应该是 调了这个材质 好,那么现在呢 它这个材质UV呢 问题是比较大的 可是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 那这里呢,把它旋转UV也开启 这样呢,就会得到一个交叉线的一个效果 然后密度呢,给它来个550 缩放呢,现在有点大 给它小一些,60% 好,接着呢,就是它这个缩放U和V的一个关系 这里我们可以给它这个V方向 给它稍微大一点,160吧 然后现在比较偏执 给它来一些旋转 OK,那交叉开始呢 会有一个更随机的效果 现在呢,再去渲染一下 它会好很多 好,但现在这个全部都黑了 我们把这个交叉给它关掉 然后V的方向给了110 看一下 OK,黑色的还是有一点多哈 就缩放再改小一些 然后密度再小一点 这样就差不多了 这个东西就需要来回调试 但是呢,现在也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效果 因为它这个整个全都是受到这种影响 所以我们需要把它光照开启 便用到这个灯光 好,再来渲染 这样的话呢 就是它灯光照亮的地方呢 就不会有这个效果 而是呢,它这个暗部区域 就会有这样的效果 好,那这个呢 就是一个比较真实的一个 就是像这种画出来的这种感觉 像那个拿笔画出来的 这样的感觉就出来了 那么同样呢 你也可以就是控制它的这个 投影的以及高光这些颜色 它是一个渐变的形式 你可以开启它去控制 你可以给它不同的颜色 包括你也可以去给它一个灯光排除 那实际上它主要属性呢 就是这个光照 这里去开启它灯光 然后这里呢 可以去改它的一个暗笔的颜色 以及包括它这个UV 还有它的搜放 搜放密度 选拽 然后这个开启就OK了 好,那么这个就是滑线 那下边一个呢 是这个卡通 卡通的话呢 它会更好去理解一些 可以看一下 现在这个就是一个卡通的效果 它是什么呢 就是有点像那个菲尼尔 就是中间的地方 它是一个这里 最右边这个颜色 然后边缘的地方呢 是这个蓝色 最深的这个颜色 它呢 是通过这个摄像机的视角 也就是说 大线立影摄像机 最中心的地方呢 就是最右边的这个颜色 然后你可以把你的这个灯光 给它开启 包括它的这个光照啊什么的 可以让它有一个 更丰富的一个效果 这里可以去稍微调整一下 好,再来測量一下 但是这样就太暗了 所以我就不开这个灯光了 包括这里呢 你可以去载入一个预置 去改它颜色 例如像这种彩虹的 这样呢 就很像一个那种 像那个什么热影像啊 这类的东西 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呢 去模拟 方法是很多的 实际上它就是 也类似一种滤镜的模式 可以自己去改一改 调一调都很方便的 好,这个就是 这个卡通 然后呢是点状 点状的话呢 就有点像那个 半年狗的那种感觉哈 小时候不是有动画片 叫那个什么 101半年狗吗 就这样的感觉 它也是直接把这个图像呢 映射到你当前的一个模型上面去了 然后它形状的这种圆环呢 也像棋盘啊 方形啊等等的很多种 这个恐龙的UV可能是有一点问题 所以它这里就被拉伸长了 这个我们不用管 就看一下它的效果就好了 这样的一个效果 点块的颜色呢 你可以通过这个对它进行更改 那这样呢 你就可以选一个蓝色的 好,其他呢也都不需要 这里你同样可以开启你的灯光 或者说这个投影 包括这里可以给它进行一个反转 好,可以对它进行这样的一个反转 这里你可以直接看到 对吧,这样一个效果 好,所以像这种 点撞也很少用的啊 最后一个是艺术 呃,艺术呢 就是你可以去给它加载一个图像 这里我去,还用这个吧 随便加载一个看一下 点讯之后呢 它又可以说你应用到凹凸 还是说在下面改它的搜放 那么主要呢 就它这里还可以开启一个投影和背面 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东西 比如说我这里 投影可以再给它拽一个东西 把它来调换一下啊 它本身的纹理我希望是一个 刚刚那个黄金的 然后下边这个纹理这里呢 给它用这个黑的 那么并且呢 它有一个什么效果 就当下我们这个纹理啊 它被这种呃,艺术化了 你可以看到这个感觉 就是一个艺术化的感觉 那么如果我们不添加这个艺术 直接给它一个材质球 它的纹理不会受到这样的一个影响 刚才我拖拽的好像是这个吧 能对比一下 你看正常的纹理它是这样的 那么就是你包括去改它当前的这个UV啊 它也是一样的 我把这个UV呢 给它改成立方体 你去看一下啊 它和这个艺术的感觉 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是咱正常那个UV调出来 它的一个效果 但这个艺术的感觉呢 它是像这样的一个效果 像我们看有一些那种 呃,广告的那种纹理啊 你就可以用这种艺术的形式去调整 好,这里我去 换一个哈 换一个平面 找一张这种彩色的 就像这种 星空光斑的感觉 再进去 然后呢给它添加一个这个艺术 好,这里再去加一下 它就像一个滤镜一样 给它有一种艺术的效果 可以看这里 它就已经进行了一个变化 那么包括你去算的时候也是 摆成一个当前针 它就给你这个纹理呢 进行一个拉伸的一个感觉 然后呢你可以在这里 去调整你的一个缩放 以及它的一个旋转 那么这个就是它艺术本身的一个效果 之后呢你就可以通过这里边去混合 它的一个背面的纹理 以及它这个投影 的一个效果 好,用在平面上来讲就可以看到它的效果了 就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用在模型上的话 就是像刚才那种效果 给它再粘回去 它就是可以做出一些像这种特殊的东西 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星空的恐龙 好,现在就是简单去了解 看一下素描与卡通 它们之间可以实现一个什么效果 那么之后呢会讲渲染的时候 讲一下这个卡通渲染 好,这里呢咱们就讲到这 感谢大家的一个观看 你可以看它这个感觉 它实际上是有这个星空纹理的一个映射的 还是非常酷的 感谢大家的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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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